來到天蠍座滿月即是農曆的4月15日 由這一刻開始去到農曆4月尾即是西曆的5月22日 根據你的太陽或者上星星座 不知道你的自身正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住12星座專題去分析你們各自身正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for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懂我講什麼 現在不是只說天蠍座是全12星座 今次這個滿月圖的亮點就是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上星座 答正一正 以及它是去到天蠍座的 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摩蠍座又叫山羊座 即是這個位置 那個位置是叫做Des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蠍座 這個叫做Fall的位置 不好意思 中文其實我不是好懂 因為我以前讀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 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法文的 因為他的英文都可以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雜 言歸正傳 理論上其實月亮去天蠍座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我想告訴大家 根據我塔尖暖蠍座 看這麼多星盤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蠍座是更壞的 然後看著 月亮搭正一公投 ASC這條族 然後整個本第二的亮點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蠍座那麼壞 還有木星去摩蠍座又叫山羊 都是壞的 因為整年的位置都是這樣 這個不足為奇 然後其他全部的planet 其實我們都是叫一個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泥 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一些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什麼呢 除了土星 土星在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symbol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 其實我不懂日文的 但有時候有些日文字 是不是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 除了土星在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也就快易行 所以原來這個 伴隨著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我想說 其實伴隨著這個滿月 也都不只是說 接下來的十幾日 十五日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其實滿月的能量 是可以去到大半年的 但是我有時做這些星座運勢 我就課大家去簡易一點明白 簡易的話 我和你當其實去到農曆月尾 但其實是說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 會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我們要看看火星 火星呢 就在容許度之中 就四分間 金牛這個游利的水星 和三分間 在雙子這個游利的金星 OK 說多次 還有因為月亮在天竭這個一公投 原來呢 大半年 尤其是這十五日之內 OK 會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就真的大家會很容易 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是的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OK 甚至去到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的塔千亂藍星盤分析 你們找回hashtag 最近那個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是的 接下來 就無論在政治、經濟、民生、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 我講了很多東西 包括戰爭 是的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還有因為接下來是很crazy OK 南明黃星已經是疫行當中 OK 還加上5月11月13日14日 差不多是consecutive的三日 十一、十三、十四 即是只差了十二 土、金、木、三星 雙界都會疫行 然後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然後土有野、金有疫 然後冥土都是雙空征 兩顆空征 然後金、木是兩顆急征 加上這裏的力量是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當然如果配合這次的滿月 尤其留意接近15天 但是其實這大半年 都會發生很多激烈的鬥爭 或者是一些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暴力 OK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關室 不要經常扔著耳朵 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 留意一下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OK 如果不是萬一一個 我不覺得被人砍掉 你都不知道 天平座的朋友 無論你是上升天平 還是太陽天平 讓我唸首詩給大家聽 嗯 嗯 想了嗎? 等我一會兒很快 嗯 哦 對了 花開堪截直須子 莫待無花空截子 對了 OK 這首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聽過 好像是唐代 唐代杜秋良 是不是唐代? 好像是唐代的 詩人叫杜秋良 那詩題是否叫金柳依呢 總之前兩句大家都應該聽過 是不是 就算歌神 Sam虛許貫結都寫過 什麼 勸君 金柳依 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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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期,尤其是一段期間,其實是會有一些淺錢令自己進帳的機會 無論這個我當是你自己想到的一些點子,或者你在找工作會收到offer 或者原來身邊真的有一些賺錢的機會等你去發掘 應該說其實他已經放在你旁邊了,你都應該留意到他了,但是等你去發掘 但是呢,很大機會其實你們就沒有趁這個有花的時候去摘它 因為你們很荒唐,記住,你們很荒唐 你說很懶又可以,只顧著玩又可以,對呀,什麼都好 就令到這個機會白白流失了,最後就真是悔行到來不及 好了,記住,各位天秤,不要以為我在跟大家說廢話老生常談 對呀,好像在說這些大道理的孩子都認識的 OK,我忽然想起那個放學ICU好價的肥仔 大家知不知道我講誰? 就是那個說,這些書,這些故事,雖然說不出什麼大道理 但是我看完之後,非常有親切感 那個呢,是的,OK 我忽然想起那個 Anyways,我現在不是在跟你們說廢話 因為不信,你可以聽你們上一個星座系處女座 其實我就跟他們說 因為他們今晚也是有一些機會 但我就說,咦,其實你們是應該讓子彈飛的 你不要那麼快去揮著 你讓他們慢慢去發酵一下 然後那個機會會更加漂亮的 所以我是這樣跟處女座說的 但現在我叫你們去爭取 是完全另一個approach 但是這些不同的建議 是根據牌去說的 所以我不是說一式一樣 叫大家再緣起恨 動鼓再起,再而衰,三而傑 我不是跟全人類都說這些東西的 所以天秤的朋友要聽 不要去白白錯失了這些機會 好,尤其是在什麼period那裏呢 其實你知道這個period有什麼用呢 我當你是在找工作 然後在這個period就收到offer 但是誰知道那一陣子 你就只顧著玩,懶去查電郵 OK 人家可能跟你說 你收到電郵,請你48小時內 或者72小時內要回覆 不然我們就當你是棄權 但是你那一陣子就很懶,很放鬆,睡覺 或者說什麼都好 那不會有一個機會在你眼前閃過 你自己也拿不到 就是找不住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你知道這個吉時的period 其實是由你去放大 去增大你的雙眼 去看清楚你周圍 其實有什麼可以令到你進帳的一個 很大的opportunity 好啦 那要怎樣知道這些吉的時段 他不是一個吉日 他也是橫跨幾天的 那就麻煩 首先第一要like這個post 還有Facebook的朋友 我是想見到紅色心心 就不想見到藍色手指公 OK 第二就麻煩去comment 光明正大這樣問 為什麼要經常說光明正大呢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 經常跟我說Hi 然後給我笑哈哈 那些我是會直接無事的 你直接去問吧 然後第三呢 我就會去PM閣下 就讓你們那些時候 可以alert 去拼起你們的小竹鬚 可以去留意一下 原來身邊很多東西 都是一個淺的機會 希望不要白白錯失了 捉到鹿都不會脫割